香港四一雙工總會陳藍昌紀念學校 在荃灣葵青區已經服務超過40年 過去這麼多年我們都很重視發展不同的教學策略 去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加強他們的學習效能 不如讓我和大家介紹學校兩個計劃 其中之一個就是由學校的音樂治療師所負責的落在課中計劃 另一個就是由學校的圖書館主任所統籌的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語教計劃 陳藍姑娘請問你平時上義語教堂的時候 會不會和學生唱歌的 會呀我有時會用學校落在課中的歌 配合音樂治療的元素引起學生的學生慶祝 原來可以這樣用的嗎 是呀其實是不止的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應用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落在課中是本校教師和音樂治療師創設的教學策略 按教學內容和學生的能力創作歌曲 再加入影片或動畫 目的是提升學生在課堂的專注度 和加強對知識技巧的記憶 本校在2016年莫休則教育基金資助 為21首校本創作歌曲賠上動畫 在2017年建立落在課中youtube頻道 繼續將自家製的歌曲動畫上載 供教師和家長使用 除了音樂動畫的製作 本校亦有透過講座、工作方、短片的形式 講解在課堂使用音樂道向介入的教學流程 以及提問技巧 原來在學校製作了這麼多飛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材 陳Sir 不止這麼少價 其實還有這麼多的教材 或者你們想不想看學生上課應用的情況 一起看影片吧 本校收錄不少飛華語學生 他們主要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菲律賓等地方 本校重視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特設飛華語小組專輯協助他們學好中文 一起建構共融校園 我們透過增加中文課堂、入班支援等模式幫助他們學好中文 除此以外 因應市面上較少適合特殊學校 飛華語學生使用的教材 因此發展校本飛華語教材是我們重點的工作之一 在這幾年裏面我們曾經發展 伊時學中文、讀寫好伊時、伊時拼貼學中文 我們這一家、落在語文中等等的教材 期望學生能透過這些教材 輕鬆愉快地學好中文 多謝大家寶貴的時間 細心觀賞本校的介紹 學校志力營造愉快的學習氣氛 希望能夠培養同學的學習興趣落在其中 繁星的教材 學校志力營造愉快的學習 小學一下 第一契古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